男人发现一股零下五百度的寒流正迅速逼近 他警告两人赶紧逃命 可女孩却当没听见还向海边跑去 原来他的小男友正在海中泡澡 强哥大声呼喊让他快逃 男孩却愣在园地一脸猛逼 最终在女友数到山的威胁下他才狗抛回忧 可冷气实在太快 转眼间便将男孩吞噬 赶去救援的女友也被冻僵狗蛋 眼看寒流已蔓延上岸 强哥连忙拉上女儿驾车逃跑 然而冷气却依旧穷追不使口 男人随即联系气得让他躲起来 阿珍表示自己早已跑到山上让他不要担心 紧接着强哥又联系上同事叫他赶紧疏散居民 随着警报响起 整个小镇居民新潮出动 他们发疯式地抢购煤气瓶和暖流 所有郁寒用品被洗劫一空 在人们争分夺秒的准备渡劫时 极地寒流已来到镇上 众人吓得暴头鼠窜 然而冰冷的气流却毫无人形 在接触到的瞬间就让人们忧恨吸补 动力强大的就连飞机也扛不过三秒 转身便坠地扑吃 而恐怖的寒流却更加肆无忌惮地 在美国本土无限蔓延 无幸的是金门大桥再度遇难 此刻的他就仿佛悬在万米高空 寒流一路向北 转眼间便来到了美军的海上要塞 士兵背下的四散而逃 却也躲不掉被冰冻的结果 尸体随说可见 美国已彻底沦陷 寒流一路往西很快便来到了东京 由于是深夜 小鬼子在睡梦中全部隐奔西北 转眼间寒流又赶来伦敦 在人们忙碌的早早风中 整座城市被停止了时间 而人类对此却显得毫无办法 此时巴西耶稣雕像 克姆林宫 心仪大剧院全部遭到毒手 眼看整个地球都将被冰封 进入冰河时期 军方派出数十架猛禽战斗机 朝着寒流入口飞去 他们打算利用导弹扰乱气流 随着暗下发射暗链 所有人都紧张万分 隐气凌晨的磁死盯住屏幕 任务一旦失败的话 他们都将理恨吸毒 尽管导弹精确不已地击中寒流 却并未起到丝毫卵用 总统无奈地给民众宣布失败的消息 面对着死亡的恐惧气氛也降至冰演 最终在强哥的建议下 总统决定使用核弹再次尝试 紧接着数枚3000亿当量的小飞盾 从美国发射台弹射起步飞入高空 沿着既定轨道以6马赫的光速 潮寒流迅速达去 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 寒流路口开始不断翻涌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扫河路 面试灾难终于被化险为一 所有人将继续生活在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上